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 来这里看 里面好多那种石头 在这个洞口的时候里面有一股那个冷风吹出来 哈喽大家好 我是欢子 今天我们要去哪来背这么多东西 要去龙王岭的山顶露营 走吧 背了一些吃的 还有水 你坐不下了 你跑吧 我们车开不上去了 只能停到半山腰 现在只能靠徒步走到山顶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悬崖撞壁 走 这里应该就是廖叔他平常说的 去龙王岭上的一个婆婆岩 这个洞特别大 我们下去看一下吧 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发现特别冷 赶不赶下去 赶不赶下去 那我们下去 里面好宽敞 这里的温度应该就是在19度到20度 感觉开了空调一样的 哇 好冷啊 这下面的温度特别低 感觉在过冬一样的 然后喘出来的气都是有一点霧的 哇 这上面有那种像银子一样的 闪闪曝光 慢慢地进去 这里有一个洞 洞口有点矮了 哇 来这里看 里面好多那种石头 在这个洞口的时候里面有一股冷风吹出来 小心点 好像有点窄 这里好像有一个人拉过绳子的 这个绳子应该就是辨别这个方向 进去之后跟着这个绳子出来 好像是 好像是 这里面没路走了 好像只能走下面去 下面好像很高 哇 下面好深啊 不好转完了 太小这个地方 有没有人 这里面没有回音的 啊 上来 不是 它这个绳子可以嵌到下面 下面应该有人去过的 不下去了 这下面好像 好像ゴコmake 这个枪上全部的是这种结晶体的石头 有点像那个钻石 哇 好漂亮 灯光照过来 在上面好像感觉这个石头要掉下来了 哇 有个蝙蝠在我头上 我最怕蝙蝠 上面也有一只 上面还有 上面还有一只 当然我要回过去一只 还有一个蝙蝠 我有点怕 所以拔到你肉上 牙咬到肉里面 拔不出来 他们才好做了记号的 拿了这个绳子 不然的话我们刚刚肯定迷路了 这里有个扁蛋你看看 是扁蛋吗 是 在这个地方 我们头顶上这里有个扁蛋 不知道谁把它塞到这个石头里面 还绑了一个红色的绳子 不知道它代表什么寓意 刚刚从下面上来了 因为我们没有带那个安全设备 所以担心 我们还是不冒那个险了 因为下面还有好深 所以小伙伴们在野外的话 或者是去探险都是要注意安全 出来之后发现外面已经下雨了 但是我们的目标今天是爬到山顶去露营的 可能会泡汤 也许待会天气好了 我们继续上去 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欢子TV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下期更精彩哦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欢子TV